今天这套题目是1291顺次数 那么给到的是说一个整数 如何来说它是一个顺次数呢 是它的每一个每一个字 每个数字都比它前一个位上的数字要多一 然后呢 它说返回一个排序过的数字 排序过的顺次数 然后在low和high这样的一个区间内 同时这个边缘是包括的 那么举个例子的话 比方说low是100 high是300 那么输出的就是123和234 就是顺次 所谓顺次数就是 它的每一个位上面的数字 都比它前一位的数字要多一 比方说2比1多一 下一位3比2多一 一次类推 那么第二个例子的话 就是low和high 就是对应123 1000和13 那么13的话是有5位了 1000是有4位 那么对应12342345 3456 啊不 12342345 3456 4567 5678 6789和12345 那么给到的一个限制条件呢 是说 low要大于等于10 high要大于等于low 同时high还是要小于等于10的九次方的 那么这道题其实看到这个限制条件 我觉得一定不能用 就是从low开始一直跑到high 然后去扫一遍每一个数来看它是否是这个顺次数 因为这个样子的话 如果假设极限一点 low就取得10 high就取得10的九次方 那几乎就是有10的九次方个数 要让你扫过一遍 这个实在是太慢了 所以 这种方法 暴力解 我觉得不现实 就是你 你范围小一点 high跟low离得近一点 倒是可能 但如果取这个极致的话 我觉得很可能就会遇到TLE 那么 第一个想到的方法呢 我觉得是 就是 我先列在这里 我的第一个想到的方法 就是先去看low和high一共有多少位 比方说啊 像 我举第二个例子为例吧 就是1000 low是1000 high是13000这个例子 那比方说这个1000的话 它实际上是有4位 那么13000的话 实际上是有5位 那我们就可以从4位和5位数里面去找顺次数 或者说去生成顺次数 那么再去生成的顺次数 再去看是否在low和high之间 那比如说啊 比如说我4位的顺次数 那么我起手的条件 可能是1起手 可能是2起手 可能是3可能是4可能是5可能是6 可不可能是7呢 不可能 因为 7的话你想7 8 9 后面我还要有一个第4位 那我第4位 是10的话不限时了嘛 对吧 所以最远最远就是到6嘛 那1 比方说1 2 3 4 2 3 4 5 3 4 5 6 4 5 5 6 7 5 6 7 8 6的话7 8 9 对吧 所以这样就可以生成 那关于5位数的话 比方说我是1可以取 2可以取 3可以取 4也可以取 5还是可以取的 6能不能取呢 6不能取 因为6 7 8 9 那最后这一位美数放上去了 因为你不可能说我放一个10上去嘛 同理 那1的话就是1 2 3 4 5 对吧 2 3 4 5 6 3 4 5 6 7 4 5 6 7 8 5 6 7 8 9 对吧 但是呢 可以看到 13在哪里 13在这里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 23 4 5 6的时候就已经比13要大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跳出来了 就直接返回 呃 我不用再往后做了 然后 就这样就相当于是我针对每一个位宽 来去生成这一个位宽下的所有的 嗯 能够生成的顺次数 然后来 对生成的这个数字和low和high进行比较 看它是否要添加到这个 这个结果里面 那么其实这里我就引出了 让我想到了第二个方法啊 第二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看到 如果是四位宽的话 其实它只有六个数 五位宽的话只有五个数 那么 最多最多是十的九次方 也就是说 它是 几位宽 我想想啊 十的九次方 一 一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是十位嘛 但十位的话 显然我没有十位那么宽 我 我最多就只能做到九位宽 所以九位宽的话就只有一个数嘛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我不可能再从二开始了 所以 我们可以算一下啊 一位宽 对应有 一位宽没有 因为这道题low就是两位宽 所以我们从两位宽开始 两位宽的话 我们有八个数 三位宽的话 有七个数 依次类推 我如果说有九位宽的时候 我实际上就只有一个数 那么我们一共有多少 这个整个的这个解极有多少个 数是 一到八 那如果算的话 就是一加八 首项加尾项 乘以项数 八项 再除以二 那最终 四九三十六 三十六 一共才三十六个数 那所以这个解极非常小啊 我们就是线性扫一遍这个三十六 也 也无所谓嘛 所以我觉得可以直接上这个 这个方式了 那 可以写一下 那比方说 private static final int 数组 nams 或者我们管它叫 sequential sequential 就叫它sequentials 那 如果是两位宽的话 一二 二三 三四四五 五六 六七 七八八九 对吧 那 三位宽的话 一二三 二三四 三四五 四五六 六七 六七八 七八九 对吧 然后呢 四位宽 一二三四 二三四五 三四五六 四五六七 五六七八 六七八九 然后 四位宽 五位宽嘛 五位宽呢 就是一二三四五 二三四五六 三四五六七 四五六七八 五六七八九 然后 然后 六位宽嘛 一二三四五六 二三四五六七 三四五六七八 然后四五六七八九 对吧 然后 这是几位宽 然后数过来了 二三四五 三五四五 那接下来是七位宽了 七位宽 一二三四五六七 二三四五六七八 3,4,5,6,7,8,9 就是7位宽 那8位宽的话就是 1,2,3,4,5,6,7,8 然后2,3,4,5,6,7,8,9 就是8位宽吧 最后一个9位宽 1,2,3,4,5,6,7,8,9 对吧 然后 OK 那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扫了 List Integer 我就关键叫Result 等于我们建一个ArrayList 然后呢 我们去便利整个 就叫 Sequential Sequentials 那如果这个 Sequential是大于等于Low 并且 Sequential是小于等于Low Eye high的话 那么我们就把它填进去 Res.add Sequential 对吧 最终结果返回 这个Res 看一下啊 可以 我们来挑一个最大吧 10到10的1,2,3,4,5,6,7,8,9 到10的九次方 OK 那 看起来也是成功的 那么这里呢 其实 我每一次是会去做一个线性的扫描 那 可以看到啊 这个Sequentials是 从小到大已经排序好的 跟我们这个结果说SortedList 是相呼应的 然后呢 Low和High的话 其实给出了边界值 对于一个已经排序的一个数组的话 那如果我给出边界值 其实我可以用二分法 来去找到对应的 我Low对应的这个边界在哪里 我High对应的边界在哪里 然后就直接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对应的位置上面的就放进来 所以这个样子的话呢 我目前其实做的是一个线性的算法 但是是可以优化成一个 Log的 就是一个对数级别的这样的一个算法的 那我们先提一下吧 OK 提一下 那么可以过 这样的话 它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 其实时间复杂度的话 空间复杂度 我可以说是O1 为什么 如果不算我返回的这个 这个List的话 因为我只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数组 那么这个数组一共就只有36个数 所以它是一个长数级别的 那么 时间复杂度 其实也是O1 因为我每一次只需要扫这36个数 就好了 我无关你输入的这个 Low有多大 High有多小 都不关系 那么其实就可以做得出 那么 我觉得这个方法就稍微有点取巧了嘛 因为其实分析下来的话 发现每一位他能得到的数字并不是特别的 就是他的解极并不是很大 所以可以直接去重拒他 然后我觉得如果啊 如果在面试当中 面试官说不行 你你坏种思路做的话 我觉得就用这个第一种思路 去首先找到Low和High对应 一共有多少个位 那么对应有多少个位之后 我们在在每一个位上面 然后来去生成我们所有能生成的数字 然后最终返回 那结果 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那么 怎么样来做呢 我就可以重新做一下 首先我觉得要先建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来去算我的这个位宽是多少 比方说我给你100 那就是三位宽 然后我给你1000 那就是四位宽 我给你1万 那就是五位宽 我给你10 那就是两位宽 所以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来算一下 if 我少打点字吧 ifn好 fn小于10 那就是return1位 fn小于100 那就是他有两位 fn小于1000 那他就是三位 ok 依次类推啊 4 3 4 5 6 7 8 9 好吧 那 依次类推 3 123 4 123 4 5 123 4 5 6 OK 那1000是3位 4 5 6 7 8 9 我来数一下啊 这个是不是9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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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毛病 这个就是9个 所以 这样我们就能求出nam digit 所以第一步 呃 nam digit 我先求low有多少个位宽 那么max digit就是 num digits high 我就知道我一共有多少位宽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呃 我先建一个list integer 好了 呃 可以 就叫rres吧 new array list 我最终结果就是返回这个result嘛 那么 我要怎么去做呢 我用一个follow int i等于 me i小于等于max i++ 对吧 就现在是我 比方说我给的例子是 1000到13000 那我就是从三位开始 到四位 对吧 结束 那么 针对于每一位的位宽 那比方说我的位宽 我就叫它是i嘛 这个样子 防止我意外的改动到了这个i 那么接下来对于每一个位宽 我们其实是会做一个什么呢 起始的数值 比方说我从1开始 从2开始 从3开始 一次生成 这个数字 那我到多少为止呢 其实 就是j int j j等于1 我每次都是从1开始生成嘛 那么 j加上这个位宽 要小于等于10 就是可以的 比这超了的话不行了 比方说我两位宽的话 我最多就是到8嘛 因为 89 可以生成一个两位宽的 但你9就不能生成更多的了 所以这个起始的数字 加上我的位宽 应该是小于等于10的 OK 那我现在知道我起始的数字是j了 那我管这个数字呢 就叫digit 好吧 就叫j OK 起始的数字叫digit 那么接下来呢 我生成这数是多少 我管它叫number 给它起个数字叫0嘛 然后 我要生成这个数字嘛 所以就要从第一位一直到最后一位 逐字 逐个生成 所以我就int k 然后它等于 k等于0好了 那么 k小于 这个位宽的时候 k++ 那么每一次我做什么呢 nam等于nam 乘以10 再加上d 然后d 最后++ 这个样子全都是我把 之前那个数往左挡一位 然后后面的这个数 比前一位要大一 所以再加上一就好了 嗯 接下来 过了这个for loop之后 我生成了这个数字 生成了这个数字 我要去判定一下 如果 这个 如果这个number 它是在low和high之间的 所以呢 如果 如果number在low和high之间 我就把它填到 我的结果里面 反之 如果 我的这个 如果这个number是大于high的话 如果大于high的话 我就直接可以从这个循环里面去跳出来了 看看 对的 对的 因为 因为你想 如果当前这个数都已经比high大的话 我后面的起始数字一定是比现在这个数字还要大 所以更不可能是在结果内了 所以直接可以跳出 那么最终返回这个result 关于我们 结果上面要sorted的嘛 其实我们这样就已经是sorted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起始数字 是从小到大排列的 那么根据这个顺次数的规律 我后面的每一位 其实都要比前面一位要大 所以这个样子 它自然而然的形成的 就是一个从小到大排列的 一个数字 所以 我再来看一下 应该没有什么其他的了 关于如果还有一种逻辑 就是那么小于low嘛 小于low其实我们不用管 这说明我们还没到 就是还没到我能够达到的这个 比方说我给的 这个low我给的不是1000 我给的是9000 我给的是9000的话 其实我前面这四个 前面这若干个都不行嘛 因为1234比9000小 2345都比9000 或者说我给6000好了 我给6000的话 其实前五个都不行嘛 我只有到6789这的时候才行 然后 但是这个额外的 我们可以不用 可以不用去管它 我们来提交一下 36好像少一个return 看起来也是可以过的 那么我们来提交一下 OK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的时间复杂度吧 那我先做一些假设 假设说 是low里面有多少个位 那么 n呢就是high这个数字里面有几位数字 这样是m和n 那其实我的time complexity呢 说白了 它应该是我从m这一位 从m位开始 m位一直到n位嘛 对吧 比方说m是两位 n是有9位 那就是两位 三位四位 五位六位七位 点点点点 一直到9位 是这样 那对于每一位的时候呢 就是 这就是第一个函数嘛 第一个follow 不好意思 第一个follow 那关于第一个follow之后呢 我其实是会 看我的起始数字 到底有多少个 其实数字的话呢 随着位的增加 它实际上是在减小的 就是你有m位宽 那我其实可能的起始数字 就是10-m这么多个 但是最差的情况下 我也有10个嘛 对吧 我就假设假设最差 不是假设的 就是最差最差 worst case就是有10个 我们可以拿这个来去估算 然后关于这个呢 就是扫遍整个位宽 所以其实它是怎样来做的呢 我有 我这一共有多少个loop 我是不是有n-m个loop 然后这个loop里面 每次这个嵌套的 是 10次 然后呢 这个的话就是位宽 位宽对应的就是 当前的这个 矮了 那我们可以写 其实就是取max的话 就是n了 对吧 我最多最多就是 要走n个位宽这么宽 所以 显而易见吧 那n-m乘以10乘以n 那最终的话其实就是timeconplexity就是on-m乘以n 那我简化一下我觉得就可以是on-mn对吧 就看这个m和n是不是在同一个量级上面 然后呢 space的话其实我们这边没有额外的用到其他的space 所以这里是一个o1的space 这个时间复杂度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再讨论 但是我目前能想到的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去算 那为什么 因为 它主要的核心的这个逻辑这里 其实 就是根据low和high到底有几位宽来去规定的 那你位宽大一点 我位宽差的多一点 我走的就多几个循环 你位宽差的少一点 我走的就小几个循环 然后 嗯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了 好 那这道题就分析到这里 好